创世基金会与中心消防队联合举办正确急救方式的宣导课程 期办在必要时可以帮助到植物人 另外也透过创世基金会宣导创世电子发票爱心码919 让顺手捐发票的爱心活动可以持续下去 中心消防队配合创世基金会举办全民CPR急救技能 以及919爱心捐发票的活动 希望透过简单医学的正确急救方法在必要时救了一命 今天很高兴配合我们创世来办理有关这次的救护宣导课程 以及配合我们创世办理919爱心捐发票 有关救护的部分就是利用这一次刚好可以宣导各位民众有关救护的重要性 现在消防队一直致力于全民CPR 希望各位民众都能够把这个CPR的救护技巧都给学起来 然后看能不能发挥普及率尽量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今天一个患者如果突然没有了呼吸心跳的时候 如果各位民众有学会这个技巧的话 在我们抢救黄金四分钟之内 我们会有很大的机率可以把人给抢救回来 自从政府推行电子发票及千万奖金 创世的发票募集 张述下滑市城 目前南投地区电子发票的捐赠 每月不到十张 期盼藉由宣导活动 那民众在消费时可以口说 爱心码919将发票捐到创世 那今天是透过就是急救宣导 再加上就是宣导创世爱心码919 一起来跟所有的这个社会大众 宣导爱心那个创世的发票爱心码919 因为自从就是电子发票推行以来啊 其实创世的电子那个发票的收入 其实下降了大概有四成左右 那其实发票的来源对于就是创世植物人的一个 不管是安阳或者是到宅的服务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中心消防队愿意一起共襄盛举 那来向我们的民众来推广就是发票爱心 发票电子发票的爱心码919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举来投入公益的行列 创世919爱心码贴纸可电架创世锁取 只要出示条码或口述爱心码919 就可以顺手将发票捐至创世基金会 欢迎民众一起做公益 让顺手捐发票的爱心运动持续下去 创世基金会 919 919